在烧热的石锅中 用麻油将大蒜 洋葱炒到焦香 再淋上高汤 围绕着火锅的飞碟型烤盘 则是抹上奶油 把猪肉 牛肉 海鲜放上去烤 光用看的就很有味道 高雄知名的火烤两池餐厅 可丽雅周六晚间在店内贴出公告 无预警宣布将在四月底结束 最后一间分店 不少顾客也觉得可惜 是啊 我们很不方便 我们常常来这边用餐 还是因为就近 家庭聚会都是选在这里 我们发现说她要收 所以才来吃一下这样子 真的有太多可丽雅 有我年轻的回味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会在今天 这个房东没办法 有他的考量 没有办法再续租 我当然会觉得我要关掉他 会觉得很可惜 百般无奈 五十六年来 撑过两次疫情危机及各种考验 如今因为房东另有考量 不再续租 加上近年餐饮业 人力吃紧 第三代经营者 开发新的餐饮品牌 缺人手 只能忍痛决定停业 转战新品牌 店内一九六八年 创立的大大字样 就要成为绝项 但老板娘许愿 有机会 还是要把可丽雅开回来 儿子如果你愿意陪着妈妈 继续可丽雅这个品牌 妈妈会有信心 需要儿子一起陪伴 再往前冲刺 需要有你们第三代的支持 可丽雅这边他们 就是只要你愿意租我 租金我也愿意那里调账 或者是如果要卖 合理的价格 我们也他们也愿意 跟他购买 但是房东这边 没有回应这个讯息 房仲分析可丽雅所在的位置 位处高雄市中心的黄金地段 近年建商积极整合 让承租店面的业主 只能被动接受 老字号餐厅吹席灯号 经典味道也只能在记忆里回味 民事新闻书生为 旅渊杰邓山田 高雄报导 未经典臨 未经典直到 回应 房仲 未经典直到 未经典直到